上站这个题材想要拍成电影或电视剧难度相当高 毕竟处于商场之人要么忙于创业要么忙于商业竞争 既难有古装武侠剧吸引观众的剧情和打斗场景 也难有侦探剧那种紧张刺激的侦破情节 以至于商场片必须有极其高超的剧情设计 否则收视率实在难有保证 甚至很多言情剧的拍摄难度和风险都远远强于商战剧 不过难度高不代表没人去挑战 那个人认为当年的PVB剧集 创世纪以及内地剧集大软房 都是商战题材的经典之作 创世纪是PVB在世纪之交打造的一部重头戏 这部剧集着重讲述了叶容天 许文彪以及马志强三人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 这其中涉及到地产 股票到最上线的经济战桥段 也涉及到任性的资本和创业面前遭遇到的挑战 这部剧集除了情节吸引人外 罗家良 陈景洪 郭靖安 古天乐 郭可宜 陈慧山 蔡少芬 郭明泉 邵美琪这些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独挑大量的重磅野员 云集之中也起对手戏 更是为其分色不少 而大展房则是内地上战篇的经典之作 这部剧集反映了中国民族近代青工艺的发展和衰亡 以陈六子的创业史为起点 以日后入秦山东为终点 显示了近代民族工艺开拓者的商业质问和毅力 以及严实剧动荡 导致近为工艺毁于一旦的无奈命运 侯勇在此剧中表现极为出色 将虽然没有上过学版集剧 商业头脑的陈六子是个商场枭雄演艺的极具魅力 而当年还很金色的尊丽 在剧中的发挥也还不错 现在已经是大陆超级女明星演员